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不客气了 好痛啊 是个妹子 女神 大半夜一个人出来碰瓷啊 讨厌 你是怎么开车的 那家伙跟女司机学的车 要不要少你一程啊 你去哪啊 抓到我 我就是你的 女神 我来了 来追我呀 抓到了 你捏痛人家了 单纯的家伙 挺你六十年的经验对付你 太简单了 既然被你抓到了 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好臭啊 你说什么 凑近看 原来不是女神 好臭好臭 总人 等一下 长夜漫漫 人家真的好寂寞 求求你陪陪人家吗 这熊男 总感觉是个老女人 就像原型一样 诶 无趣 回红社 哼 我最恨人家骗我 我最恨人家骗我 信不信 我把你撕碎了扔到江里去喂鱼 再管鱼钓上来拿出喂猪 再把猪 我说 为什么要告诉你 少爷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五姐 这次来找你是关于团战的事 少爷想请你出马 团战 听说你们兄弟局输得很惨啊 小五 这次可不一样 我们有了秘密武器 根据我手上的情报 红社现在最强战力是两个刚来的副社 他们大闹红社 无人能挡 但遇到红野之后就直接败福了 原因是那两人一个是吃货 另一个是花吃 只要能引开这两个 其他人就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